接下來這兩位是 張恩華以及黃奕婷 兩位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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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緊張 我非常緊張 為什麼 妳是哪裡來的朋友 口音很特別 我是混學 混學 混哪裡 美國 美國的朋友 妳好 妳好 也看得到我們節目 還是妳住台灣 在台灣看過 在台灣看過 對 然後就想來參加 對 所以今天是自彈自唱 對 哪一首歌 一個 每一個人知道的歌 就是朋友 周華健 哇 滑緊的歌 待會兒還要帶動大家 幫妳打拍子啦 另外黃奕婷 有睡醒嗎 有 覺得妳好像整個是 剛被叫起來這樣 剛有在後台渡孤嗎 沒有 那現在心情是平靜嗎 很緊張 很緊張啊 妳也是混學嗎 我不是 妳怎麼有一點很緊張 也有一點老外腔的感覺 今天帶來什麼歌 黃小虎真的沒那麼簡單 妳到底是不是混學啊 不是 妳哪裡人啊 我台灣人 真的嗎 台灣人怎麼講話有一點喔 一婷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好 妳要改歌還是可以 這首歌很難唱喔 不改了 我想唱唱看 好 哪裡人啊 台灣人 台灣人 真的很像 人不覺得他有那個 被對手影響到 好 我們先來聽聽 張恩華的朋友 歡迎大家 來自台南的混血兒張恩華 海選時就是以自在地談唱 吸引評審注意 今天的PK賽 她將以自己最拿手的歌曲 迎戰對手 她的演出能獲得評審肯定嗎 請 請 還有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話 一輩子一生請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單過 一生朋友你會懂 還有神 還有痛 我們還要做 還有我 一句話 一輩子一生情 一杯酒 謝謝姜恩華的演唱 接下來黃奕婷演唱 沒那麼簡單 曾經參加星光六百人初選 演唱時卻破音連連挑戰失敗 事隔半年 黃奕婷再度報名星光七 副賽時以加分題舞娘 讓評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道PK的人覺得都很厲害 然後會怕說他們一唱 然後就被影響到 就很緊張 而且我是一個 好滿容易緊張的人 尤其是上台就好緊張 還是希望說 可以把自己的歌 就是唱好表現好 沒那麼簡單 就能去愛別的全部看 變得實際 也許好 也許壞個一半 不愛孤單 不愛孤單 依舊也習慣 不用擔心 誰也不用 被誰管 感覺快樂就忙東忙西 感覺累了就放空自己 別人說的話 隨便聽一聽 自己做決定 不想擁有太多情緒 不想擁有太多情緒 一杯紅酒配電影 在週末晚上 關上了手機 束縛我的沙發裡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過了愛做夢的年紀 後空烈烈烈不如平靜 幸福沒有那麼容易 才會特別讓人著迷 什麼都不懂的年紀 曾經最討欣 所以最開心 曾經 謝謝 謝謝 小玲老師 這兩位 我真的很想問這個十九歲的 妳是十九歲嗎 我十九歲 好奇怪喔 妳唱歌是另外一個人耶 怎麼會是這樣呢 講話是另外一國人 對 所以妳都聽什麼音樂 其實我聽男生的歌比較多 妳是台灣人嗎 我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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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想問這句話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妳平常是講國語嗎 我說國語 他有一點那個日本那種明星 來開演唱會 我說過語 所以家裡的親戚有什麼 就是混血嗎 沒有 可是我之前有在那個 國外念過書 還要講嗎妳 要講 早一點講嘛 對啊 我們想怎麼會一直有這個腔調 而且沒有 他說沒有 沒有喔 在哪裡唸過 爪哇一袋還是 我之前在瑞典 瑞典 瑞典腔調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耶 很 對啊 講一句瑞典話來聽聽看 嘿嘿 要從台灣來 我從台灣來 要嘿嘿是說 要唱什麼 嘿嘿是 就是哈囉的意思 瑞典一定要兩個嘿嗎 嘿嘿 嘿嘿 而且他們掛電話的時候 也會說嘿嘿 嘿嘿 喔 掛電話也說嘿嘿 對 所以這組真的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恩華的這個國語講的 中文講的比妳好 對 對 所以真的是很奇妙 我覺得恩華太緊張了今天 有一點點緊張 對 跟我第一次聽到妳唱歌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對 對 好 那評審老師要做個決定 請舉牌 一二三 好 有四票都投給了黃怡婷 這一組這個建妮老師 覺得怡婷的歌聲 上個月 因為小舞姐當我們這個 洪凱演唱會的嘉賓 我跟她合唱一首歌 那我們在開玩笑說 哇 妳是稀有動物 因為這樣的聲音啊 基本上已經絕機了 可是我可以打電話跟她說 找到這個滅絕事態的接班人了 對 妳的中兵真的是不遑多讓啊 加油 而且唱起來毫不費力 對…這很特別 因為一般來說女生沒有這樣的嗓子 哇 所以 要用瑞典話說謝謝嗎 忘記了 忘 謝謝忘記了 妳去瑞典讀幾年書妳 兩三年 兩三年 回來連謝謝都忘記了 好 好啦 那這個待會兒慢慢恢復記憶 我一直覺得她在睡眠狀態 那兩位非常特別的女生 先掌聲謝謝她們 可以緊張 就是因為開心 那就是可以過關 真的嗎 然後 然後我還有很多歌可以 就是想唱給大家 其實需要有這個機會 可以唱很多歌 可以唱很多歌 可以啦